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最高法院今天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税收案件 法官们似乎倾向于保留川普政府时期 制定了一项悔色的税收条款 这起名为摩尔素美国案的事件 涉及所谓的强制性海外利润回击税 这是一种一次性针对持有某些外国公司股份的 美国纳税人的税收政策 起诉人查尔斯摩尔和凯瑟琳摩尔 投资了一家印度公司超过15年 他们提出该税收违反了第16修正案 因为他们的海外公司并未盈利 却需要根据该条款在美国支付税收 检察官伊丽莎白普雷洛格警告说 废除该税法将对税法的运行产生重大变化 并导致数万亿美元的税收损失 外界认为摩尔素美国案如果获得最高法院的通过 那就可能会对拜登政府希望向更多富人征税的政策 产生巨大的冲击 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宣布了一项新政策 防止约旦和西安暴力事件的相关人士来到美国 这一限制同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效 布林肯没有透露哪些人将受到签证限制 也没有透露第一批限制中将包括多少人 但预计影响的人数并不太多 甚至都不一定会超过100人 数周以来政府官员就多次表示 随着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 约旦和西安的暴力事件就逐渐加剧 无论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 还是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人 谁采取暴力手段 美国政府就将对他们进行制裁 这些人中如果有任何持有美国签证的以色列公民 都将会在近期收到签证被撤销的通知 以色列南方司令部司令亚伦芬克尔曼表示 由于以色列军队正在进入哈马斯的南部据点 因此以军正处于地面行动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天 不过世卫组织驻加剎的负责人则表示 情况正在每时每刻变得更糟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书也警告称 加剎全体人民面临高风险的饥荒隐患 那里的粮食系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 自从双方停战结束以来 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尽管以色列坚称正在实施一项新的疏散计划 以保护平民免受伤害 但目前看上去效果并不灵想 国际救援委员会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赛已经有80%的人口流离失所 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出现了损伤 白宫今天警告称 乌克兰将在几周内耗尽美国现有的军事支持 而国会对于新支出法案的讨论则陷入了僵局 民主党人希望能够尽快提供下一笔的援助资金 而共和党方面则强调 如果不率先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危机 那他们就不会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参议院多市长领袖舒默表示 民主党不会继续与共和党绕圈子 还指责对方在新的边境管控计划中 注入了党派偏见和极端的管控措施 再过两周 国会就进入了年底的休假期间 两党能否在此之前达成一致 目前还不得而知 请继续锁定新闻开讯 掌握新闻的解释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